百年公司大同最新人事大地震 这是钱永丰于投控总座蔡维利 他接任大同的总经理位置不到50天 现在辞职走人了 满脸笑容手高举漆选告胜利 2020年三元建设董座王光祥 才入院以偿抢下大同 但实际经营却是一波好几折 总座最新又要换人 今年6月底才新冠上任的总座 蔡维利传出18号助请词 王光祥全力未留无效 任期仅仅49天 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就闪人 蔡维利发内部信给员工 说明是个人因素 而大同也说 接下来总座位置会先由副董事长王金来站带 只是这戏码已不是头一回 王光祥执掌大同两年内 历经多次人事大洗牌 董事长换了两任 总经理更有五任离职走人 而大多原因都喊汉公司理念不合 让外界看得一头雾水 毕竟找专业经理人来 不是本来就志同道合 为何进了大同就变不合 问题到底在哪里 大同经营的复杂度本来就比较高 因为他过去的转投是真的太多了 大股东之间的看法跟专业经理人不见得一致 现在有所谓的五人决策小组 然后在公司的总事之上还有一个总顾问 经营团队始终搞不定 但其实回顾大同集团 早年可逝宏极一时 熟悉旋律 行脑歌词 当年的大同电锅堪称国民家电 几乎人手一锅 巅峰时期 版图横跨光电 能源 资讯等领域 市值一度高达5000亿 现如今虽然积极转型布局新能源 但市值已胜不到千亿 优胜转衰 大同换手经营 当初喊擦亮胶牌 口号都还未实现 构层就先频频改组 让这百年企业元气持续大伤 东森财经新闻 柯黄明叶子晶 台北报导 看盘不断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